就是说咱们要找一个最优化的问题了 在这里呢 谢谢大家换一下 咱们刚才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从这个x开始 然后呢通过一组w参数得到了一个得分值 然后啊又把这个得分值fx经过了一个 经过了一个e的xsme 然后再做一个归1 再做一个归1化 那么最后呢 咱们就得到了一个 它属于一个类别的概率值 属于类别概率值之后呢 咱们又可以求它的一个loss值了吧 有了这个loss值之后 咱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最优化的操作 那么现在咱们来说 从x到loss 这一步咱们完成了一步 完成了一步什么样的操作呢 咱们通常情况下 把这步操作叫做一个前向传播 前向传播的意思啊 就是说从咱们的输入数据开始 到我最终得到这个loss 这一系列完成的一个过程 叫做前向传播的过程 通常咱们神经网络是由BP算法来求解到 BP算法呢 主要啊就是说通过前向传播 求出来了这个loss值 然后呢 我接下来要经过一次反向传播 再去优化这些权重参数了 可能大家刚听 这个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的时候 感觉有些别扭 哎你为什么前面走一次 然后又反一边走一次呢 其实啊可以给大家这样理解 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已经得到loss值了吗 得到loss值啊 咱们现在就是说对这个w参数 有了一个差不多的理解了 哎现在这个w他做的好不好 我心里已经有个数了 通过谁啊 这个loss值不就是咱们心里有的这个数吗 有了这个数之后啊 我现在是不是说我想指的这个权重参数 能不能更好一些呢 怎么算更好啊 啥w比方说什么w能够使我的损失函数值越低 那么这个w它就是最好的 我需要把这些东西啊给它找出来 怎么找呢 哎呀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头绪 其实这些呢 它是由一个叫做反向传播的算法来去求解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啊咱们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说 哎呀这个反向传播咱们该怎么样经求解呢 先啊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最优化的问题吧 最优化的问题啊之前给大家提过一次 就好比咱们在这样一个山上 在山上咱们就要下山吧 怎么去下这个山呢 通常啊我现在画一个山吧 怎么下这个山啊 其实来说咱们人在这儿 哎呀你可以随机的走是吧 我往这走走往那走走 每一步探一探 然后找一个方向去下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种想法不太好 那么怎么办呢 咱们能不能直接去沿着山坡的最低点去走呢 那么这里咱们引入了一个算法 叫做一个梯度下降 梯度下降的意思啊就是说 我们看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之前咱们在讲那个逻辑回归所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吧 这个梯度下降怎么没回事啊 再给大家说一遍吧 比方说这个人当前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坡度啊 在山上肯定是有个坡吧 我们看沿着坡走是不是咱们一个最好的方向 然后走到这点之后呢 每走一步我再沿着坡走 再走一步我再沿着坡走 一直是跟随着一个坡的方向去往下走 这就相当于咱们一个下山的操作 下山操作啊就是说 每次咱们都沿坡走都去跟随这个梯度 跟随这个梯度啊能够使得咱们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向 找到了最好方向 咱们就可以知道哎呀哪些W是最好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咱们就可以用梯度下降去求解这个神经网络 好然后呢在求解在咱们说梯度下降之前 我先给把这个batch size啊再给大家来说一遍 也就是说呢通常情况下咱们在使用BP算法的时候 不是用一个啊不是一次迭代一张图像 而是一次迭代多张 那么这个多张到底是说两张四张还是多少张呢 其实一般情况下是看你一个计算机所能承受的负载量吧 承受的这个承受这个负载量 如果说你这个性能比较好 那么我推荐啊一般越大越好啊Batch size应该是啊 也不能太大是吧 但是还要看你这个数据量 一般情况下是64和128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计算机性能是比较一般的 通常情况下也是会稍小一些的 比方说32啊16啊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大家发现一个趋势啊 咱们通常的做法 他们都给它指定成一个2的整数次并 也就是说比方说一个2的4次并 或者是2的5次并 或者是2的6次并 咱们通常是用一个16 32 64 128来表示 咱们一个Batch是等于多少的 我现在咱们现在已经是讲完了比较简单的前项传播 大家对觉得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神经网络难度大吗 我看有些同学是听不懂吗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我讲这个神经网络应该是最简单了吧 咱们没有说任何难的地方了 大家觉得难度怎么样 7点怎么确定 7点是咱们通过一个随机的处置化 通常情况下咱们对W都需要进行一个随机的处置化的 然后再进行优化操作的 然后我多说两句啊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难 那么一方面呢 我觉得光听一遍视频肯定是不够的 我建议大家 因为之后咱们会做练习 我建议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 结合代码再反过头来看一下咱们原理的视频 再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没准啊 你就会能豁然开了啊 它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 啊 bite的意思啊 bite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现在要取数据啊 我们看这个函数 其实就是说 在咱们的一个数据库 或者是数据集当中 我去一口气给我取出来256个数据 让这256个数据组成这样一个bite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图啊 就是当咱们在训练一个神经网络的时候 它的一个真实的效果啊 或者说是一个实际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loss是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 它肯定是成一个这样像 这样一个浮动的趋势 但是呢 整体的效果会往下吧 也就是说呢 每一次迭代都会把咱们w进行一个修正 但是你修的好还是不好 都是有可能的 不见得说 你每一次迭代都会使得你这个w 朝着一个比较优的方向去前进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倒退的现象 但是呢 咱们只要来说 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通过大量的一个迭代 只要能够使得它的一个整体效果 是朝一个下降的趋势 朝一个收敛的趋势 我们就认为当前的这个网络 它是可以的 不是说它出现了一些浮动 比方说 第100次迭代 它的一个loss值是等于10的吧 然后呢 200次迭代的时候 它的loss值 我们看好 反而升了等于100 等于11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咱们网络就没有达到一个标准 咱们就要给它 那个 给它kill掉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通常情况下来说 一种浮动的现象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咱们需要的 不是说看100次 还是看200次 通常情况下 咱们要看第1万次 第2万次 第3万次 通过以万为单位 去计算一下 当前的迭代效果 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好 这里引出了一个量 叫做一个epoach epoach是什么意思 epoach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说 咱们的一个训练集 它是有4000张图像 对于这4000张图像 来说 我一个epoach 就是说 我把这4000张图像 都跑完一遍 叫做一个epoach 就是这个含义 那么一次迭代 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次迭代 比方说 我取了64张图像 当做一个byte 取了64张图像 当了一个byte之后 那么我一次迭代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只完成了 这64张图像的 一个前向传播 加反向传播的过程 大家注意这点 epoach和byte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epoach是相当于 咱们迭代完所有的数据之后 得出来了一个epoach 那么一次迭代呢 就是说 咱们跑完了一个byte之后 得出来的一个当前的结果 那么咱们现在就要说另外一个东西了 叫做学习率 learning rate 这个学习率是什么意思啊 当咱们在进行一个反向传播 调节权重参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相当于什么 这个时候相当于 我让这个网络模型 进行一个自我的学习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一组权重w它不太好 我想让它往好的方向去学 那怎么学呢 咱们是用t度下降去求减 那一次学多大呢 这里咱们就用学习率来去定义 这样一个东西 学习率的意思啊 就是说 比方说 我一次算出来了一个德尔特w 这个德尔特w呢 代表着咱们要更新多大 我们这个w是减等于德尔特w的 然后呢 不光咱们要做这样一个式子 还要让它再去乘上这样一个学习率 乘上一个学习率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做完了一个更新吗 做完了一个更新 咱们害 就是说我们不全去对它进行一个更新 我还要对它进行一个乘学习率啊 刚才不是在这乘 是在右边进行乘 嗯 德尔特w一个LR 在这一块乘上一个学习率 也就是说呢 算了这个题度啊 我一次不给你完全更新这么大 更新大了可能会效果不好 比方说 我们现在这个人在这 我们一更新完了之后 诶我现在这个图坏不好 我这样画 这个人在这 我先如果说你学习率过大 我一步走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呢 下一步再走走 然后我发现 我最终迭代到了 咱们人走到了这个位置 那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咱们发生了一件 我略过了一个最低谷 然后到了一个极止点啊 如果说你的学习率过大的情况下 是吧 咱们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啊 那怎么办呢 通常情况下 咱们是不让这个学习率 稍微 就是说不让这个学习率设置的太大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学习率啊 设置的稍微小一些 比方说0.001 0.0001 都是可以的 咱们通常情况下 要把这个学习率设置的小一些 一次呢 你少走一些 但是啊 咱们要走大量的次数 通过一个小的学习率 大的迭代次数 来去共同完成这个神经网络的操作 从这个图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学习率对咱们最终 神经网络血鬼的冥想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几条线就是说 如果说你指定了不同的一个学习率 比方说高的学习率啊 或者是低的学习率啊 都会使得模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在选择学习率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 和小心的一个操作 咱们通常不让它设置太大 一个低点的学习率 通常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好 学习率体验在哪了 学习率就体现在代码当中 有这样一个step size嘛 有这样一个step size 再乘上咱们一个更新的梯度 最后呢 再把这个梯度进行一个更新啊 就完成了咱们一次反向传播的操作了